今天為您介紹的是 邱婉玲 我們的珠寶代表 邱婉玲 邱婉玲 她是世界的百大興銳設計師 呂美的藝術家 您知道嗎 連馬丹娜的生日 都指名用她的手勢 好萊塢的奇幻片 飢餓遊戲參加坎城影展活動 用的就是邱婉玲的皮飾跟珠寶 所以她是完全結合了 時尚跟藝術穿在全身的 美麗的我們的藝術家 邱婉玲掌聲鼓勵一下 接下來為您介紹的是李欣 提到李欣 她是個牙醫師 她喜歡Flamingo 因為帶動台灣的Flamingo 二十年之久的風潮 投入到油畫三十年下來 她是一個放棄音 然後走到藝術的一位 漂亮的藝術家 我們掌聲鼓勵李欣 她也是很多藝人的舞蹈老師 接下來為您介紹的是 周丹威 我們的亞太影后周丹威 你看五年級的人 沒有人不知道的知名隱星 而且近年來 隨著日本的玻璃大師 安景顯派 首次推出 特別告訴這個作品叫做 《古燕流離》 這就是周丹威 繼續下一位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張富美 十六歲的時候 台市第一名 招逃進來的素人明星 後來變成電影明星 九零年代 她極了又可以回到美國 她對狗特別情有獨鍾 所以只要是狗 她出畫的都是徐許如生 張富美油畫家 好 接下來是 沐佩玲 中華大學藝術研究所 出身的科班的西畫專家 她曾名是中式的旅遊節目主持人 社區大學造作了她的公布藝術生命 目前是黎明基礎大學的 藝術美學的老師 繼續要介紹的是樓曼麗 跟您介紹這位是 華視第一屆的基本歌星 也是79年的時候 變身雙身帶的播音員 從復興商工的素描 到實行大學的廣電 她的手今天是最完整的 因為她在五年前 疊斷了手以後 父親才不會勉強她 她可以讓這隻手 變成有用的手 就花了這五年的時間 花了油花 好 接著還一位 繼續要為您介紹的是 賴佩霞 好 她是我們策展人 郭鶴明大哥 很多年有認識的一個小女生 哇 到現在為止 她的話作才藝 她們一家都是明星 我不用介紹她的 媳婦隨堂 媳婦隨堂 女兒是謝沛恩 她目前也是雜誌發行人 經理諮詢師 博士候選人 賴佩霞 今天各位報告一下 您看到的是七位 因為有三位 她們都不刻前往 等一下我可以為大家做點說明 暫時不來 或是後天我們的 正式她們會到的 那每一位都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為什麼這一次 各位美女會參加 十全十美的藝術聯展 請回答 謝謝 秀婉玲 因為當初呢 郭鶴說 上大室的藝術聯繫 我當然上次的藝術聯繫 自己也可以對選 其中一個藝術聯繫 其中一個藝術聯繫 有很多需要熟悉的地方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 繼續第二位是李欣 是我們的游詞畫家 大家好 我覺得呢 藝術是人類的心靈的最大的慰藉 那我今天非常的榮幸 因為我知道今天有非常多的美女 不但是人美 而且呢 也很有才華 心也美 對 然後就是呢 跟大家在一起 展現我們的創作 那當然也希望說 我們這麼美麗的東西呢 能夠帶給我們這個社會 一點點美好的感覺 這個社會有點混亂 對 所以我希望呢 藉著我們呢 能夠給大家呢 有一種很美的一種 很美的感覺 好 謝謝李欣 接著是我們的亞太以後 我們就單位 各位朋友們大家午安 嗨 嗨 當然首先我要謝謝一下 我們的主辦單位 尤其是我們的美麗的 張總監小姐 你們這個確定重選的選了我 來參加這個 史無前例的十全十美的決戰 真的是十全力的 但是呢 評良聽講 從我答應的那天開始 我的每一分每一秒 都有一個很大很大的壓力 在我的肩膀上面 為什麼 因為我知道這十位啊 不是 不管我這一站 這九位的藝術家 他們每一個人 都是有十年功夫以上的 那我是這裡的美麗耶 你知道嗎 我是美麗耶 是是是是 這件事前輩是嗎 對 這件事前輩 所以說真的是成皇成皇 所以呢 我就 答應下來以後 我真的是每天沒有辦法吃飯 也沒辦法睡覺 你知道嗎 頭髮掉了一大把 我知道 要用吃奶的力氣才能夠把它做好 那 真的要謝謝大家今天的光臨 也謝謝我們的主辦單位跟張總監 那邊能夠給我這樣的一個機會 能夠 鼓勵我自己 再往這個 補宴流離的這條路走下去 我想接下來 我應該會更 更努力 更用心的在這邊製作的這個藝術家上面 謝謝 謝謝我們的亞太影后 周恩恩恩恩小姐 謝謝我們的張麗麟總監 張夫媚 張夫媚 大家好 我是張夫媚 現在我大部分的時間都住在郭三斤 所以呢 這次回台灣年初回台灣的時候 跟郭哥聊到了十全十美 那 其實這幾年 我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旅行 所以本來沒有考慮說要參戰 但是呢 一天要是十位美女 然後才華 還有很多老朋友 新朋友 這個是真的很難得的機會 所以一定要參加 那跟單位一樣也是其實壓力蠻重的 就是說 一定要真的 嗯 使出 這個 濕奶的力量 然後 渾身結束 渾身結束 盡全力去把它完成 所以希望這次的展覽 能得到大家的認同 跟喜愛 謝謝張夫媚 接著給大家介紹 這個是碩士級的企畫家 傅佩玲 各位媒體朋友們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你好 我是傅佩玲 那 非常的感謝主辦單位 莉莉姐還有郭哥的邀請 讓我能夠加入這個十個女人 十個故事的 這種很有意義的 很有生命力量的一個 藝術 連著 那我相信就是 藝術 它除了就是 技巧性的問題之外 那還有一個很大的 就是我們一起在追尋的這個過程 我想是非常的令人感動的 那至於我很非常的榮幸 有這樣的機會 就是加入了這十全市面的連鎮 然後也看到十位女性藝術家 他們有不同的聲明的展現 那我也就是非常的 就是祝福大家 能夠繼續的往這個藝術的領域 去追尋來發展 謝謝我們的企畫家 布佩玲 接著這位是我們的油畫家 也是歌手 也是廣播人 樓曼莉 大家好 我是樓曼莉 曾幾何時也是個媒體人 但是現在目前的媒體人 有一些是被罵翻了 所以我覺得 接到這個三位車載人的邀請的時候 我就覺得有點小使命 想要顛覆一下社會的觀感 最重要呢 我是一個好色的女人 我喜歡顏色 別誤會了 好色的女人 因為除了喜歡顏色之外 我一聽說有其他九位美麗的女人 跟我一起 就是來共襄盛舉這件事情 我就覺得 與有榮音 一定要全力以赴 希望各位要多多支持 這樣子的活動 謝謝大家 謝謝油畫家 樓曼莉 在我身邊這一位 他是極其大臣 我們的油畫家 也是歌手 也是博士候選人 也是雜誌處發行人 賴佩賈 謝謝 我要謝謝果哥 因為上一次我們在聯繫上是因為方曉寧的演唱會 所以當他後來就要辦這個畫展的時候 他就 我們就聊起來 他才想到說 喔 你是復興美工的 對 我是復興美工的 所以很少人知道說我畫畫 但是從我高中一直到現在 我一直都在畫畫 也就是當然有些時候忙就會忘了 但是我覺得畫畫是一個療癒 從早期的油畫 因為這次我展的比較是我早期的作品是油畫 從油畫一直到水性原料 水性原料就是它就非常的自由 你晚上畫了 明天早上乾了 可能又是另外一幅畫 是你完全沒有想像到的 一直到現在 我也希望能夠推廣禪畫 也就是禪畫 我們知道畫畫有很多的門檻 有很多時候我們覺得眼高手臂 我想要畫那朵花 但是我就是弄不出來 那你就會很生氣 很沮喪 那我覺得現在 因為大家壓力很大 所以我們坊間可以看到很多的禪畫 它是在幫我們紓解壓力 繪畫本來就是應該是幫助我們紓解壓力 像我自己在畫畫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畫在東國對畫 不是它在叫我說它想幹嘛 我只是幫忙展現出來而已 那所以現在在畫禪畫的話 在我開幕那天 我會在現場做畫 其實畫禪畫很簡單 一點都不難 但是同時它的功能非常的強 很多時候我們畫完禪畫之後 晚上就可以睡得很好 所以除了有一個高門檻的一個標準 所謂的畫家之外 我覺得每一個人其實都可以拿起筆來 紓解自己的心情 要讓自己第二天更亮一些 那這是我希望能夠對光的 我們聽賴佩蝦講完才知道 他是藝人當中很早就在藝術天秘的領域當中 跟藝人的一位賴佩蝦 那是藝人的一位 除了 除了 在读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